显示器分辨率越高越好吗 近年来随着显示器技术的发展 分辨率越来越高 价格也越来越便宜 现在1080P分辨率已经是起步的标配 2K分辨率的显示器市场占比也越来越高 大要成为主流显示器的趋势 4K显示器现在的价格也越来越低 家用端4K显示器已经达到了2000元以内 逐渐4K显示器的销量也是逐渐增多 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显示器是分辨率越高越好吗 只要经济条件允许 我们就买最高的分辨率显示器吗 答案是错误的 因为我见过大量的顾客购买了2K和4K的显示器 并没有使用到高分辨率带来的好处 反而有很多不变之处 于是特地总结一下利弊供大家参考 有顾客表示我爱看电影 想要享受极致高清画质 于是买了2K和4K显示器 各种视频平台刷具 不好意思 目前的2K片源和4K片源 一部电影动辄几十季 甚至上百季 这种片源非常少 你在主流视频平台看到的片源 一般都是1080P以内的分辨率 这种情况下 2K 4K还是当1080P的显示器在使用 2 玩游戏 要分辨率越高 特效越高 玩起来就越爽 这时候你需要先了解一下你的硬件配置 在2K 4K分辨率下 开启最高特效 是否能流畅运行 很多顾客用的显卡相对较低 在大型3D游戏中 能够保证1080P高特效流畅 运行就不错 采用2K或4K分辨率后 帧数太低 失去游戏体验 被迫还是把2K 4K显示器当作1080P显示器使用 3保护眼睛 办公每天盯着电脑看 分辨率越高 清晰度越高 对眼睛伤害就小 清晰度不只取决于分辨率 更多取决于显示器面板品质的优劣 越好的面板成像 质量越高 只要设置分辨率正确 清晰度就没有问题 下面再说一下 如果选择2K或4K显示器在尺寸选择上需要注意什么 大量的顾客后悔买2K或4K显示器 使用中各种不便 就是因为在尺寸上面出现了问题 比如你买了一台24寸的2K显示器 或者27寸的4K显示器 你会发现 设置2K或4K分辨率后 桌面图标和字体小得完全看不清楚 这时候只能被迫在显示设置 缩放与布局里面 调整文本和应用项目的大小 调整为125%或者150% 这时候问题又来了 有大量的应用程序和这项设置产生冲突 使用这些程序的时候 各种奇奇怪怪的显示错乱 字体过大或小 图标过大或小 甚至显示不全 闪屏等问题 只能被迫调回到100% 继续忍受小图标小字体 那么我把分辨率降级就不可以吗 比如把4K降为2K 2K降为1080P 又不好意思了 分辨率和面板不统一 画面看起来会失真 模糊字体有毛边 这种观感是难以忍受的 根据我个人使用显示器的经验来看 如果选择24英寸显示器 建议1080P 避免2K 如果选择2K显示器 建议27英寸起步 如果选择4K显示器 至少27至32英寸 而32英寸以上的显示器 个人不推荐 不适合桌面使用 看起来太累 4K分辨率往往是设计类用户群体 而游戏用户 与其追求超高分辨率 不如去追求想要时间和高刷新率 带来的游戏